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 早晨大概在我做节目之前的一个小时吧 有个朋友呢,跟我有个交流 他说,涛哥,这是我现在看您节目的第三年 您讲的有关真相的事情和有关人性方面的东西对我触动太大了 特别是有关佛法的理解 他说,自己潜心在半年之前,他说我找到师父了 他说,我知道我现在,涛哥,你就是我的师兄 非常感谢石涛在过去时间里跟他伴随的这一段时间 那我自己感触也蛮深刻的 就是说,知道真相是对每一个人的尊重 对吧,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被这么尊重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的借口 特别是在人的层面当中去掩盖真相 而当人们知道真相之后 每一个普通的人 大家能够明白 就我经常引述的一句话 爱因斯坦当初想说过这样的话 我从哪里来 我到哪里去 我是谁 这是对生命的理解 不仅仅是人 当人们真正理解到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到哪里去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的概念就是完全不同了 这是我欣慰的原因 罗家辉昨天宣布明年年初要辞职 在今天中国的国内的微博上 引起了轩然大波 其实他表现出来的价值观 他仅仅做了一个正常人应该做的事情 就足以把今天中共的本身的邪恶的一面 营造的这个社会 中国社会的价值观的那种 摧残人性 丧失道德的那一面 就像照镜子似的给照出来 所以才引起人们的轩然大波 美国之音报道这么说的 罗家辉说 明年初辞去驻华大使的职路 文章介绍 20号 罗家辉上网声明 宣布将在2014年初正式辞职 回到西雅图与家人团聚 在声明中讲 11月初已经告知 奥巴马总统辞职的决定 那罗家辉月初曾经返回美国 参加由美国商务部主办的2013年 选择美国投资的峰会 那作为首位华裔美国驻华大使 罗家辉称驻华大使是他一生的荣誉 在评论当中也提到 在这个罗家辉任职期间 发生了王立军叛逃事件 和陈光诚进入美国驻华使馆避难事件 那这两件事应该是都是举事瞩目的 这两件事我们可以看到 是今天中共到今天整个走向崩溃 在土崩瓦解的过程中的诱发的事情 他是首位华裔美国驻中国的大使 而就在他的任内期间 发生了王立军的事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位国门 把王立军形容成这样 为了逃命叛党叛国 跑到了一位华裔任大使的 美国大使馆领事馆去 而对等的另外一个概念 那作为陈光诚 是中国近十几年来最早的 当时包括高之胜胡佳 那这几个人是中国最早的维权律师 最早的维权人士 他们最大的维权特点是 他们本可享受着自己安逸的生活 但是他们人性的一面 决定他们必须站出来 为那些弱者 为那些不公平者 遭受不公平待遇的人 去喊冤 拔刀相助 他们是拔刀相助者 但他们成为了被维权者 也就是说 王立军代表的 中共整个司法体系 中共整个的镇压武器 而作为陈光诚代表的 正是这个镇压的武器 镇压的工具 施加于这些人身上 一个施暴者 一个被施暴者 都跑到了美国领馆 那文章紧接着就提到 骆家辉的所作所为 给整个中国社会带来的冲击 2011年3月 骆家辉获得提名 同年8月 到这个中国就任大使 而他来北京的时候 坐着经济舱 自己背背包 拿优惠券买咖啡 被民众们道好 但是被那些爱国斗士们 嗤之以鼻 从最高的宇宙 来到一种宇宙 一种宇宙 一种宇宙的宇宙 一种宇宙的宇宙 现在 神养的文化 已经回到 感觉 神养 BBC在报道的时候 是这么说的 中国网民热议 骆家辉辞职 那上来就提到 这么一个说法 看来是骆家辉 不堪北京糟糕的空气质量 决定返回美国 并想象 他返回西雅图 是为了洗肺 我觉得也蛮滑稽的 PM2.5 那美国领馆 拿出来 是他干的 然后 说他是 一小撮海外势力 妄图颠覆伟大的党国 那 但是我相信 中南海一定看 美国大使馆的 PM2.5的 这个 这个指数 因为 中南海人家是 把自己当成熊猫养的 空气都是过滤的 对吧 那我也相信 美国大使馆呢 在针对这样的事情呢 我们不知道 他空气过滤不过滤 但是来的工作的官员 他们会有权利 向奥巴马提出 要求更多的健康补助 我相信这个 从正常的人的生活角度来讲 应该有人会提出来 奥巴马也不好拒绝 因为他们到了最残酷的前线 为政府工作嘛 对吧 那这种残酷性 我相信北京人会有感受的 一位网友这么讲 雾霾是我们的武器 谁不配合就把他熏走 可以这么说 这真的属于实干状态 另外一个网友 把这个洛家辉 对中华民族犯下的罪状 给列出来了 第一个 强烈抗议洛家辉大使 在大使馆检测空气质量 并且公布于众 从而让原本很幸福 很和谐的大陆人民 认识到什么叫PM2.5 他没说250 从而制造了雾霾 对人体的伤害 所以必须要戴上口罩 而在此之前 再使用空气清新机的 普人们之所以故意 掩埋雾霾 对人们身体的伤害 完全是出于不让人民 担惊受怕的良好的心愿 他说第二个抗议点 严重抗议 罗家辉大使干涉中国大陆内政 正是罗家辉大使与众多不明真相的网友 把当地政府派了200多人 24小时保护了多年的盲人 陈光诚从原本和谐的幸福的中国大陆 偷偷的送到了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 他说第三个 强烈抗议罗家辉 在中国大陆散布民主自由的礼件 以及在全世界还有三五个国家 根本不认可的普世价值 对吧 物以稀为贵 所以朝鲜 中共 这是稀狠物 我跟你说 今天买金子 啥 买什么金子 应该全世界的人 都应该申请到中国去 那才厉害 对吧 已经有13亿人了 多你一个 少你一个 不打嘎的 没关系的 所以物以稀为贵 我觉得不是损谁和不损谁 我觉得非常简单的事情 那还有一个人是这么讲的 他是美国的驻华大使 是美国人自然而然为美国服务 保护美国的利益 是他的首要职责 随时怀疑 我们从一开始就不要对他抱有幻想 早点走吧 这话就是扁他了 我们是华裔 他虽然是华裔 但是他为美国服务的 听起来他就说 如何如何 我跟你说这个点 你就没弄明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很多人说了 说我们还年轻 只有六十多年 对不对 只有六十多年 把你爹都给卖了 你爹出生在别的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 没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 他给隔离开了 我们国家只有六十多年 这是他党的说法 这是很多五毛的 在被人们指出中共邪恶的时候的一种推脱之词 他你们就是被卖了国的这么一个王国奴的概念 还什么他是华裔如何 我们不要对他抱有希望 其实你细想想就是反的 所以这是我说的概念挺清楚 骆家辉什么都没做 他只要按照他正常人的生活 就挑战了共产党的价值观 就挑战了今天中共社会当中 欺骗人之后所造成的那种假象 BBC紧接着报了另外一篇文章这么说的 中国向菲律宾灾区派去和平方舟医院传 派和平方舟 你在中国社会说的是什么 维稳 十几亿人生活在你的管制之下 你以维稳的说法在统治着社会 维稳就有杀戮 维稳就是靠枪 给人们树立的价值观 就是生着王侯败着寇 我有一期节目当中提到了 这个给了十万块钱的说法 很多网友 你陶哥你这话说的怎么怎么样 不那个 派去和平方舟 对吧 自己抽自己嘴巴不说 抽了自己嘴巴 说自己抹了点 胭脂 气色挺好的 体制之下塑造的 当从价值观的角度 完全把人性摧毁之后 他表现出来的 就是让人耻笑 真的 让人丢人的 这么一个直接的做法 但是他会觉得自己很大方 没跟你说吗 抽了一嘴巴 脸红了 然后对外的说 抹的是胭脂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